现在看来 使命召唤十六可以说是新现代战争系列 单人战役最强的一代了 不管是持久还是二十 都没有像他一样 设计了这么多的情节来塑造人物 甚至在此之上 十六明显是有叙事野心的 在我看来他整个剧情的核心命题就是 你 作为一个好人 介不介意把双手弄脏 而在游戏中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正反两方 游戏刚开场 CIA截获情报 马洛斯将军巴克夫派遣雇佣兵 将毒气运往乌兹克斯坦 特工亚历克斯和海军陆战队共同成立的行动组织行 2019年10月24日凌晨5点30分 行动组正式着陆福尔丹斯克 外围警戒的都是雇佣兵 亚历克斯直接下令开火击毙 最后很快发现了运输毒气的卡车 亚历克斯确认现场没有俄军士兵后呼叫了空袭 五秒之后天空亮起天女散花般的闪光 靠 美军在战场上使用的空袭武器 竟然是白鳞弹 注意白鳞弹是国际法中 绝对禁止对平民和民用设施使用的非人道 甚至是反人类武器 这是游戏中的角色第一次弄脏双手 如果在火焰中哀嚎痛哭的受害者 是穷雄极恶的雇佣兵级恐怖分子 能让我们所谓的良心稍安一点点的话 我们继续看 最后行动组被一只精锐守卫袭击 亚历克斯拼命一战不发现 坏了 这波精锐居然是俄军特种部队 亚历克斯立刻请求撤离 没想到凯特却在电台里说道 总部指示 别管杀不能伤害俄军的禁令了 务必找出毒气弹来 亚历克斯只能听令 万幸俄军特种兵守卫的就是毒气弹仓库 亚历克斯立刻叫人把毒气弹搬上汽车 趁被俄军发现之前火速撤离 突然山西线上出现一辆子燃车大火的汽车 猝不及防的冲下逗坡撞翻了前车 子弹急风骤一般打了过来 突然一点破空揭笑先止 随后火箭弹出如龙 亚历克斯直接被心翻在地 被战友冒死抢出来后 重伤的亚历克斯只能眼睁睁看着 敌人的子弹击穿了战友的胸膛 对方这时才认出来他们是美国人 领头的喊了声坏了 立刻下令车退 丢下亚历克斯开车就跑 但这也让亚历克斯听出来了 袭击车队的并不是俄国人 而是当地人 现场的美军和俄军尸体引起轩然大波 海军陆战队将军召见凯特 说克里姆林宫一怒之下 终止了跟西方所有非战争的沟通渠道 战争一触即发 将军命令凯特 赶紧把你们屁股擦干净 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凯特赶紧打了一通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名狙击手 镜头中的狙击手正在执行一项狙击任务 准心死死套住了目标车辆 他已经听说了福尔丹斯克的事 先干完活再说吧 说着手指扣动了扳机 没错 接电话的是镜头对面的狙击手 英国特种空勤团上尉约翰普莱斯 事件发生36小时后 2019年10月25日晚18点整 伦敦皮卡迪利广场 特种空勤团中士凯尔盖瑞克 接到电台呼叫 前报显示 恐怖分子策划了一场炸弹袭击 但为避免民众恐慌 军方和警方均未布置狙击手 只能徒步搜索 这时凯尔看到一辆小面 里头的人全部携带武器 但电台下令 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查清乘客身份后才能开枪 凯尔和战友们只能下车盘查 可还没靠近呢 车辆突然逃窜 几秒钟后 砰的一声巨响 恐怖分子居然悍然发动了袭击 凯尔只能用手枪还击 一番激战后 参与恐怖分子被逼进大楼 就在凯尔推开障碍物准备攻入时 一名恐怖分子一刀袭来 全身力量压上 刀尖点点逼近猴头 突然一声枪响 恐怖分子应声倒地 开枪的人正是普莱斯上位 他迅速上前跟凯尔一起推障碍物 两人随即组成战斗小组 开始扫楼 这时几声求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是六名人质 中间的还被绑满了炸弹 定时的滴滴声就在耳边 炸弹上了锁 一时半会儿解不开 人质哭泣着求救 说女儿还在家等我呢 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啊 凯尔翻开定时器一看 还有五秒怎么办 事后看着遍地尸体 凯尔咬牙切齿说道 如果授权我们开枪 爆炸可能就不会发生 如果提前安排狙击手 事态可能就不会扩大 如果给我们足够装备 可能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他想不通 为什么恐怖分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而我们却因为我们的善良 我们的良心 因为刚刚推出人质 让他牺牲而备受的煎熬 就要自负手脚 与他们进行不对等战争 遵守规则真的能赢得战争吗 普莱斯给不出回答 只跟凯尔说道 从现在开始听我命令 这句话将彻底改变凯尔的一生 也正是从这句话开始 凯尔有了个更加响亮的绰号 盖兹 事后乌兹克斯坦恐怖组织 阿盖塔拉首领恶郎 宣称对伦敦恐怖袭击案负责 亚历克斯立刻前往乌兹克斯坦 球剑曾跟普莱斯有过一面之缘的 乌兹克斯坦解放组织领袖 法拉 以获得他们在当地的职员 果然如普莱斯所言 报上他的名字后 法拉就没有为难亚历克斯 尽管法拉也觉得是 阿盖塔拉抢走的毒气 但帮你抢回毒气 以避免将来毒死欧洲人或美国人 代价却是我的人的性命 这就是你们自由世界所谓的合作吗 对不起 没兴趣 亚历克斯还想解释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是无解组织副官 法拉的哥哥哈迪尔 他对CIA同样也不感冒 要不是听说是普莱斯派亚历克斯来的 他才懒得听废话呢 看来普莱斯跟兄妹俩 可不只是他自称的一面之缘这么简单 看在普莱斯的面子上 法拉松了口 不是要合作吗 可以 先把我们驱逐盘踞在我们祖国的俄军吧 那还有啥好说的 干就完了 不管是现实的家商还是虚构的乌兹克斯坦 地道就是这些被围困地区人民最重要的资产 亚历克斯跟着法拉 从地道潜行到俄军占领区 亲眼目睹了占领军殴打百姓逼宫 亚历克斯伪装成工人吸引注意 法拉一个剑步窜出来 一刀捅死了烧兵 而他自己抱着铜块 也走到一个正在殴打妇女的士兵背后 这种悲剧 就是一个国家被侵略后的日常 亚历克斯举起铜块 高高砸下直接爆头 而电视上 俄军将领巴克夫还在大言不惭地发表讲话 说自己是来帮乌兹克斯坦消灭恐怖分子的 可他口中的恐怖分子 无非是保卫祖国的抵抗者们 而巴克夫的惩罚 就是让他们的亲人 亲眼看着他们被吊死在铲车上 亚历克斯不忍多看 迅速把炸药安装在俄军直升机上 随后引爆 随着一声巨响 如法拉预想中的一样 附近空军基地的巴克夫士兵都被吸引了过来 亚历克斯和法拉 趴在遍地恶臭的尸体队中 躲开了俄军的搜索 回到了地道 此时巴克夫空军基地兵力空虚 正是一举突破的好机会 乌杰组织的自杀式无人机大军 如风群般出动 一台一台直奔敌军直升机而去 随着一声声爆炸 基地陷入一片混乱 乌杰组织下起土质没粮心炮 又给基地下了一劲猛药 一番大战后 乌杰组织成功占领巴克夫的空军基地 也为普莱斯上尉争取到了一点时间 此时根据盖茨的情报 他们追踪到了阿盖塔拉在伦敦的据点 说不定能从他们口中 掏出恶狼以及毒气弹的位置 简断门锁 伦敦爆炸案31小时后 自清门户行动正式打响 恐怖分子的抵抗 在SAS精锐面前不值一提 但推进到顶楼时 一名妇女突然后退跑向桌边 就在盖茨愣神时 普莱斯尚未毫不犹豫地开枪击毙了她 走上前一看 好险 原来这个看似平民的妇女的目标 是桌上的起爆器 普莱斯的这一枪 救了楼里所有战友 更幸运的是 恐怖分子的笔记本之上 还真有恶狼的藏身之地 就在乌兹克斯坦的一处医院内 法拉的手下随即确认 医院的确被阿盖塔拉占领 亚历克斯很高兴法拉信守的诺言 没想到塔拉却说 我帮你们不是因为我答应了什么 我为的是我的祖国和人民 第二天一早 在四等人马润的装甲车辆掩护下 对医院的攻坚战开始了 恶狼果然在此 这伙居然对着摄影机 要让全世界看着他 是如何割断美军士兵喉咙的 亚历克斯敢在恶狼下刀前 冲上去制服了他 门外的四等双族 多用途牲口们一拥而上 不仅救出了美军人质 还一举生擒了恶狼 但万万没想到 生擒恶狼才是噩梦的开始 囚禁恶狼的美大使馆 被愤怒的民众团团包围 原来是恶狼的副官屠夫 在人群中挑唆 骚乱一触即发 亚历克斯申请的支援 暂时无法到达 恶狼冷嘲热讽了几句 你们早晚会陷入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亚历克斯最后一次 问他毒气在哪 恶狼笑了 你们想知道毒气在哪 我还想知道呢 你们抓错人了 这时哈蒂尔突然进来 说屠夫马上要发动进攻了 果然没几秒后 警灯开始闪烁 他们只能暂时 先押送恶狼转移 此时普莱斯和盖茨终于赶到 可惜直升机 被人群中的RPG偷袭 万幸两人早就挂好了绳索 在直升机坠毁前 成功降落 大使馆工作人员 慌乱地问普莱斯 你们是来带我们撤离的 撤离小组 对吗 普莱斯布加斯所告诉了他真相 我们是撤离小组 但不是来撤离你们的 屠夫就在防弹玻璃 一波之隔外 大开杀戒 要打开门救人吗 盖茨迟疑时 屠夫一枪崩了小男孩的父亲 普莱斯明说 不开门任务还能继续 残忍的一枪 普莱斯安慰他 相信我 我们一定会宰了他 两人终于跟安全室内的 亚历克斯和法拉接上头 没想到普莱斯跟恶狼 还是老熟人 原来恶狼曾经也是正义的一方 老头苦笑了一声 我现在也是啊 普莱斯没打理他 当务之急是拿到大使的门禁 走安全通道撤离 可惜大使慌了神 不听指挥 被恐怖分子一枪击毙 盖茨只能通过监控 指挥秘术带着他的门禁 跟普莱斯和法拉接上头 盖茨随后立刻赶往停车场会合 一行人成功撤离到 暂时安全的大使关笛 可惜 阿盖塔拉的哨兵 很快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他们击碎了路灯 在无尽黑暗的掩护下 摸向关笛 盖茨赶紧用迫击炮射出照明弹 在短暂的光亮中奋勇杀敌 幸运的是 附近有一台美军无人机 在盖茨的指引下 一枚枚导弹 把盘就在烂尾楼内的恐怖分子 连同交手架一起炸的稀巴烂 一番如同现实中 班加西领馆事件一般 几人殊死搏斗几小时 抵御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怖分子袭击 可惜最终还是寡不敌众 让阿盖塔拉的人冲进大使馆底 把恶狼救了出去 法拉推测 恶狼他们只能通过唯一一条公路 逃进附近山区 路上的一处村落 就是最佳伏击地点 哈迪尔把自己改装的一把大局 交给亚历克斯 没过多久 阿盖塔拉的车队果然出现在瞄准性中 亚历克斯引爆了炸弹 打小了战斗 可打着打着 天空中突然钻出几台战斗机 竟然是俄军的米格 直接把阿盖塔拉阵地离成了白地 原来巴克夫也在追捕恶狼 但倒霉的是 他也发现了乌解组织的狙击阵地 大批装甲车辆直奔村庄而来 俄军装备精良人数众多 乌解组织根本不是对手 哈迪尔赶紧叫亚历克斯帮忙 去引爆路上皮卡车斗里的炸弹 亚历克斯打开挡板 靠 眼前的是什么啊 这不就是大家苦苦搜寻的毒气吗 哈迪尔大喊一声 没错 现在他们要自食其果了 说完戴上了早就准备好的防毒面罩 原来五天前偷袭亚历克斯车队 盗走毒气的并不是阿盖塔拉 而是哈迪尔 可看法拉的反应 明显他也是现在才知道 哈迪尔让亚历克斯告诉法拉 自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是为了赶走侵略者 相信法拉会理解自己的 说完便逃之夭夭 时间拉回到二十年前 一场俄军空袭后的废墟中 法拉拼命推开了身上的重物 可看到的 却是母亲不满血丝 以及彻底失去生机的双眼 法拉被爸爸和搜救队救出来后 俄军的空袭还在继续 爸爸抱着法拉立刻往家跑 路上遇到一队俄军士兵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呢 士兵们冲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们直接开枪 甚至汉人对街头百姓们扔下一枚枚毒气弹 好在哥哥哈迪尔听爸爸的话 关好了门窗 家里暂时没有毒气进来 爸爸找出防毒面罩 告诉哈迪尔和法拉 以后妈妈不在你们身边了 但她永远都在你们心里 说完就要带兄妹二人逃命去 可还没到门口呢 也是猛烈的敲门声传来 是一名俄军士兵 爸爸趁其不备士图夺枪 却被身强力壮的士兵压在身下 哈迪尔冲上去帮忙 爸爸立刻给了士兵一酒� 伤枪响后爸爸也只能活在心中了 法拉捡了把刀子藏在床底 趁士兵不注意冲上去 可惜被士兵发现 反手把他滴溜了起来 就在这时哈迪尔冲了上来 一刀扎向士兵勃梗 法拉趁机猛捅士兵刚刚的伤口 但两个小孩又怎么是大人的对手 士兵一把掌扇飞法拉 把哈迪尔摔在地上 双手如前般死死掐住了哈迪尔的喉咙 法拉来不及想 一把拽下士兵的枪扣动扳击 随着一阵猛烈的枪响 打死了这个恶汉 哈迪尔想让爸爸一起逃 可爸爸心里清楚 一起走只会害死孩子们 他决定留下 等待血管中的血液一滴滴流干 等待死亡的阴影慢慢降音 梁小智跟他道别后 一路穿过城市弥漫的毒气 终于逃到郊外的一座村庄 又是一场人间惨剧 士兵们宣称男主人窝藏过抵抗组织 强行掳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 然后宣判了他的死刑 他们撤走后 哈迪尔发现附近还有辆卡车 法拉偷了把枪 哈迪尔带着手机以铃声为诱饵 兄妹俩成功击毙两名士兵 哈迪尔钻进驾驶背 准备带法拉逃离 没想到背后突然伸出一只手 一把拽住法拉 而这只手的主人 就是法拉的一生之敌 也是入侵者们的指挥官 俄罗斯将军 罗曼巴克夫 时间再次回到现在 普莱斯和盖茨成功救出了法拉和亚历克斯 凯特的情报显示 哈迪尔已经被阿盖塔拉的人接走 一帮人不知道怎么开口 法拉干脆自己挑破 哈迪尔现在是恐怖分子 从现在开始 普莱斯 盖茨 亚历克斯 法拉 四人组成临时战斗小组 凯特授予了他们最高权限 情报显示 哈迪尔手中还有毒气 目前正在跟厄狼和屠夫 在阿盖塔拉的山中要塞中接触 本次任务 亚历克斯和法拉从空中监视 普莱斯和盖茨从地面突袭 务必找出毒气 逮捕哈迪尔 击毙恶狼 突出房间击毙几名枪手后 地面没有搜到恶狼踪迹 他们找到一处秘密地道 在空中没有搜索到目标的 亚历克斯和法拉也来支援 法拉率先跳进地道 亚历克斯随后而至 可就当普莱斯和盖茨要下来时 突然一声爆炸巨响 等两人坠地时 东口已经被彻底毒死 两人只能独自行动 一路清空了地球中的所有恐怖分子 终于在尽头处 找到了浑身绑满了炸弹的恶狼 他说哈迪尔谋划了个大行动 杀了他也无济于事 那法拉干脆就一枪崩了他 随即跟亚历克斯合作一起拆除了炸弹 回到基地后又出大事了 果然哈迪尔已经开始行动 更惨的是 因为哈迪尔的所作所为 美国已将误解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 他们接到命令 美军将对遇到的所有误解组织成员 格杀勿论 普莱斯当场暴怒 但皮肤之怒又能如何呢 军令依旧没变 亚历克斯只能无奈地跟上次凯特说道 我受够了 上头给我指定谁是敌谁是友了 啥意思 也不干了 也要跟法拉一起回乌兹克斯坦打游击 凯特提醒他 你可得知道你这么做是违法的 亚历克斯冷笑一声 咱们在人家国土上违的法还少吗 盖茨上去握住亚历克斯的手 好兄弟 管他娘美军咋说 我永远是你的战友 法拉也来跟普莱斯道别 普莱斯请他务必相信自己 是时候说出两人过去的交情了 十年前的2009年 距离首次被巴克夫活捉已经十年过去 这十年来 法拉和哈迪尔屡次被抓屡次越狱后 再一次被投进监狱 巴克夫拎着电棍 一棍电麻了哈迪尔 以他为要挟 要法拉交代无解组织的领袖 代号卡林的人到底是谁 待到审讯室后 巴克夫看法拉口渴 喝了口水证明水里没毒后 将水壶递了过来 可法拉伸手去结实 他手一歪直接全部倒掉 行啊 还真可乐啊 那我喂你个宝吧 什么意思 原来等待法拉的是惨无人道的水行 一次次即将窒息 一次次面临拷问 法拉宁死不屈 直至巴克夫拉来一名乌解战士 想欣赏一下脑浆崩裂吗 法拉只能咬牙交代 我就是你们在找的卡林 乌解组织的最高指挥官 没想到巴克夫宁笑两声 原来他早就知道法拉就是卡林 刚刚的水行和现在的抉择 这些对法拉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 无非是他残忍的游戏罢了 玩够后的巴克夫 一枪拖砸晕了法拉 紧接着把他拖回肩房 死死掐住法拉的喉管 手上力气越来越大 就在法拉意识越来越模糊时 突然一声爆炸巨响 士兵来报 有人袭击了监狱 巴克夫立刻下了一个无比残忍的命令 把所有无解组织俘虏压进仓库 给老子一把火全都烧死 说把扬长而去 但他哪里知道 手铐早就被法拉弄松动了 摘下来后 法拉用一把咱也不知道是啥材质的勺子 撬开了排气扇溜了出去 在俄军士兵押送之前 释放了所有战士 取出了武器柜中的武器 带着大家一路强攻出去 击毙了想烧死他们的侵略者们 而制造了爆炸 为法拉和战友们创造了 武装暴乱机会的人是谁呢 没错 就是鄙视军先还是中尉的约翰普莱斯 正是在他的帮助下 法拉才救出了 差点被巴克夫烧死的哈迪尔 原来普莱斯口中简简单单的一句 跟法拉有过一面之缘 是十年前的救命之恩 以及一场持续了十年的互相信任 对于乌杰组织是不是恐怖组织 凯特心知肚明 他也很遗憾 谁让哈迪尔的的确确就是乌杰组织的人呢 他的情报显示 哈迪尔和图夫正带着毒气 北上俄罗斯 由于克里姆林工切断了跟西方的所有联系 CIA无法向俄方提供预警情报 而一旦他们在俄罗斯引爆毒气弹 很有可能会引发俄罗斯和西方的全面战争 同情法拉的凯特决定违反命令 暗中送普莱斯和盖兹入境俄国 普莱斯在当地又找来个老战友 前苏联上市 军情六处卧底特攻 真正的爱国者尼古莱 他们在圣米德堡跟踪到了图夫 为了抓活口 盖兹迅速解决掉了在场其他人 可惜却让图夫溜了 两人一路解决沿途恐怖分子 一路追到了大街上 突然一辆车飞尸而出撞飞了屠夫 是尼古莱及时赶到 三人立刻把屠夫转移到了安全屋内 但这货嘴硬的跟什么似的 原来他认出了普莱斯和盖兹 就是在美大使馆目睹他枪决一对父子的人 普莱斯压住暴怒的盖兹 叫他去给尼古莱帮忙 把快递包裹带过来 什么包裹 尼古莱说是土真剂 盖兹打开车门一看 靠 竟然是屠夫的妻儿 普莱斯最后问盖兹 这活有点脏 你确定要来吗 想起大使馆父子的盖兹点了点头 果然屠夫一看老婆孩子差点破防 现场有厕功看不下去了要走 普莱斯没拦 还跟盖兹说你不想看走也行 但不走的话 拿起这把枪对准屠夫的老婆孩子 枪口调转的一瞬间 屠夫直接急眼了 嗷嗷求盖兹别开枪 盖兹说了声 你有啥屁话跟大使馆的小男孩说去吧 说完在巨大的煎熬中扣动了扳机 壮臣清脆一笑 枪里竟然没有子弹 虚惊一场的屠夫哈哈大笑着 你们这些好人还真是软淡啊 普莱斯没废话 直接掏出子弹 让盖兹当着他的面重新上堂 当儿子被普莱斯一把拉过来时 知道盖兹真敢开枪的屠夫再不抵抗 老老实实交代了毒气和哈迪尔的位置 得到情报后 普莱斯让盖兹收拾现场 屠夫低下头说 要杀要刮我认了 但我求你不要伤害我老婆孩子可以吗 盖兹砰砰翻枪 统统打在天花板上 始终是没忍心对妇女和儿童开火 事后 尼古莱将毒气运了过来 然后报警 警方找到了他留的小纸条 为了俄罗斯立刻销毁 至此 不光针对俄国的恐怖袭击威胁解除 哈迪尔设想中的世界大战 也被按下了暂停键 普莱斯和盖兹也因警方撤离布控 成功撤离了俄罗斯 在我看来 两人随后的这段对话 就是使命召唤十六单人战役的戏演 剧情中的所有细节 都是围绕这段话设计的 其实游戏中有几个细节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不管是在伦敦的公寓 还是乌兹克斯坦的医院 还是阿盖塔拉的基地 都有妇女或伤员举枪 对向我们的细节 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段话的阐述 即战争中 不对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开枪 到底是君子之举 还是妇人之人 普莱斯的话 是让玩家带入目睹过恐怖分子 袭击伦敦 目睹过屠夫枪杀儿童的盖兹视角 逼玩家再次对刚刚的一幕反思 如果再来一次 你还会不会对屠夫一家 至少是屠夫本人开枪 这本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但当我们真的带入到盖兹视角时 这个问题的迷雾中 似乎有一个答案无比清晰了起来 现在只剩哈迪尔了 他已经带人袭击了巴克夫 位于摩尔多瓦的庄园 一举抓获了哈迪尔 他的确是来杀巴克夫的 可惜巴克夫人不在 不过哈迪尔也没扑空 他找到了巴克夫的毒气制造工厂 哈迪尔说自己真没投靠阿盖塔拉 只是想利用他们彻底销毁所有毒气罢了 此时哈迪尔之前突袭庄园闹出的动静 引来了俄军 三人不得不从下水道狼狈撤离 事后凯特来接三人 但他也带来一个坏消息 美国为了缓和跟俄国的关系 准备把哈迪尔移交给俄方 普莱斯当然不爽 但他也很清楚 突袭巴克夫的制毒工厂 真不是他们几个人能干下来的 他们需要美军的支援 为了一个干净的世界 他只能再次弄脏自己的双手 把哈迪尔交给了凯特 在凯特的帮助下 两人在亚历克斯的瞄准镜中 重新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乌兹克斯坦 普莱斯举起双手向法拉解释 其实两人都清楚 一旦哈迪尔被美国人移交 区区一个死字 反倒是最好的结果了 普莱斯请法拉一起 突袭巴克夫位于格鲁吉亚的制毒工厂 法拉看着哥哥用生命换来的工厂地图 沉稳地说道 额外多说一句 在使命召唤20中 普莱斯得知自己在跟格瑞夫斯合作 法拉请普莱斯像以前一样信任自己 就是对两人这段对手戏的呼应 2019年11月3日14点30分 CIA SAS 无解组织 以及尼古莱的支援小组 对格鲁吉亚工厂发动作 无解组织负责给反应炉安装炸弹 尼古莱把起爆器交给亚厉克斯后 众人攻了进去 没想到进攻时 一名无畏装甲士兵杀了出来 起爆器被打落在地 开始闪烁红灯 灯解决了失明后 走进控制室一看 起爆器还真被他打坏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手动引爆 法拉决定自己进去 却被亚厉克斯一把拦住 你还要去守任巴克夫呢 手动引爆的活 我来 身为战事的亚厉克斯 只请法拉下令 没时间富人之人拉拉扯扯 在法拉的注视下 亚厉克斯跑进了反应炉车间 另一边的普莱斯和盖茨 也已经将炸药安放在工厂管线上 但两人一抬头却发现 巴克夫搭乘直升机溜了 只是电台中 法拉的信号却消失了 巴克夫在直升机上破口大骂 没注意到脚边摸出个人来 是法拉 在直升机引擎的轰鸣中 靠近巴克夫 对准拨梗就是一刀 命悬一线的巴克夫 还在叙叙叨叨 说只要你放了我 我许给你金山银山 法拉大骂一声 冲上去拔出了他脖子上的刀 记住 这一刀是为了哈迪尔 还有我的祖国 说吧 将巴克夫一脚踹下了飞机 此时电台里亚厉克斯的呼声传来 炸弹安装完毕 几秒钟后 工厂在连篇的爆炸声中 被夷为平地 至此毒气尽数摧毁 世界大战的危机彻底解除 故事在一处不知名的小茶馆结束 为向普莱斯表示感谢 谢菲尔德将军托凯特 带来了普莱斯点名要的档案 凯特问你要这干吧 普莱斯微微一笑 巴克夫是解决了 但就像恶狼死了之后 屠夫起来了一样 没人能保证明天不会有下一个巴克夫 所以他想组织一支专干脏活的特遣队 在黑暗中铲除邪恶 维护和平 成员就是档案中的这些老熟人 凯尔盖茨盖瑞克 约翰肥皂麦克塔威什 西蒙幽灵来历 此时剧情结束 我是火力地宝 感谢你的观看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